30日,聚俊叶在社交平台宣布自己,将以DJ的身份参加表演活动,随后大S的经纪人却向台媒透露,称大S平常晚上9点就要带小孩睡觉,因此当天不会去看老公的演出,就,咋说呢,一家子的一言一行都奇奇怪怪的,看的人猛逼不已。 M,这个是吧,实际上书之前就有说过,聚俊叶这个人鸡贼得很,他在泡菜国那头早就已经混不下去了,这些年来圈子里也根本没有人请他接通告,他早就落魄到在夜店打蝶做DJ这样的境地了,这一次沾大S的光,他不仅顺利转战弯弯娱乐圈,还平白无故收割了无数的热度,接下来他肯定是要打着大S老公。 的这个名号在弯弯那头好好亮相一波,大哥韭菜的,他现在担当DJ做演出这一点都不意外,后续他还会获大S一块上一些综艺节目,秀一秀恩爱夫妻的人设继续刷存在感呢,这些综艺节目主要是来自大S那头的资源。 而大S罢,在经历了最近这阵子的相处后,他对于新老公已经有点吓头了,但他俩刚结婚,他刚借着这个事立了一波,敢爱敢恨爱情赢家的人设,现在的他就是打落牙齿或血吞,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迅速上演婚变大戏了, 并且他对于老公跑夜店打蝶这种事也很嫌弃,觉得这个操作丢了他作为弯弯明媛的脸。 两人私底下已经闹过一阵子了,但俱俊叶也有自己的想法和坚持,是不可能任由大S摆布的。 二人如今也就只能这样心怀鬼胎下去了,倒是小S和新一任的姐夫特别合得来,两个人还盘算着互相cue,互相配合,后续多多炒作带热度呢。